你说很难比较还是可以比较 以前呢我做过一个视频 说的是草书和楷书的比较 那么今天的我们把范增的人物画 跟崔如卓的花鸟画能不能比较 当然可以比较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千千千里马 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朋友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范增的话和崔如卓的话 他们两个谁的这个传统绘画的造诣深 成就高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真的有点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两个人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绘画作品来说 在不同的程度上 你要达到好像是超越他的前辈 我觉得都有点难 就范增和崔如卓两个我们静态的来比较看 我觉得范增呢 他是有创新面貌的 就是他的画 他的人物构成等等 他有自己面貌 一看就是范增的画 但是崔如卓的话 虽然画的是花鸟 他的这个学养也很深 学的也很精 就是崔如卓 他继承前人的传统 继承的深厚 继承的丰富 继承的多 这一点要比范增的稍微好一点 崔如卓 个人的花鸟画的面貌 还是不太清楚 你一眼还无法看出来 是崔如卓的这个绘画作品 对不对 有时候你还以为是别人的 因为他的绘画作品里边 残留的别人的痕迹 还比较多 比如说像盘建树的痕迹 李古参的一点痕迹 还有什么郭伟区的一点痕迹 他都有 是吧 那这样呢 就说他的风格就不太明显 那么范增不一样 范增呢 他跟的老师 直接的老师是刘苍林 你看看他的绘画 他跟刘苍林的那种传统 公笔画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他还跟着蒋兆和也学人物化 他跟蒋兆和的那种体系也不一样 那么蒋兆和我们知道 是徐蒋体系的主将之一 他的绘画呢 主要是寻求素描和线条 中国化线条的这么一个融合 那么在范增来说 就把素描的这个要素 就彻底给去掉 你看他的人物化里边 他不存在 对于素描的要素的这个应用 那么他的人物化的造型 也吸收了西化的一些特点 那么在立体感上 他不是显得像 像这个傅鲍石 像这个林凤棉 像这个李克冉 他们画的人物那样 就是有变形 他的画呢 还是比较的给人感觉是写实的 但是他最多的呢 就是把画的 因为他画的是古代的人物化比较多 所以他在服装上面 进行了概括的写意的浓墨仲裁 这样来画 这样呢 他的画呢 实际上呢 要说这个范增的话 完全是大写意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那么他的画呢 还主要还是小写意的成分多一点 大写意的成分呢 少一点 但是如果跟崔如卓来比 他们两个人的绘画 就是一个风格很明显 一个风格还是不太明显 范增的这个文化素质方面 要比崔如卓的要高一点 书法也要比崔如卓的要好一点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比较 我们评论一个人的绘画成就 尤其是中国画这一块 我们评论的指标 主要看他的四大指标 就是诗书画应 对不对 你在诗 就是他的文学造诣好不好 这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学养问题 书是指你的书法 对中国画家来讲 应该以书法为基础 同时 那么你的书法也是绘画的组成部分 这个很多画家不太重视 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画的画家 对书法不太重视 可以说从民国时代开始吧 留下了一个隐患 或者是留下了一个缺陷 因为我们学习中国画的 就好像你把素描学好了 什么都可以取代 因为你就是为了画画 这个就给我们的绘画的质量问题 留下了隐患 因为我们知道书法 它不仅仅是锤 对中国画有锤炼作用 同时在中国画里边 也有一定的美学的作用 学书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 你文化层次低 你这个书法肯定上不去 你只有文化层次高才能够把书法学好 你比如说像张大千这样的人 他的文化层次本来就很高 他也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修养 所以他的书法就很好 所以他的绘画的那个质量 线条的那个质量 用笔用墨的那个质量 他就不能俗下去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 由于就是摒弃了这些东西 就是忽视了文学修养和书法 所以绘画上面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有的人的中国画线条的理解 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理解 画的那个线条就跟铁丝框一样 用的那个墨 就不是那个墨法了 而是素描的一种阴影的这个诗法 所以这个你看 在他在范增的绘画里边就没有这东西 所以他的绘画给人感觉比较干净 吹如拙也是这样 他也没有西画那些东西 所以他的绘画也给人感觉比较的干净 凌厉静止 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特点 但是中国画还要考察几个指标 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呢 文学问题 书法问题 还有绘画问题 那么绘画问题呢 基本点你要跟上老师 那么如果再要求高一点 怎么样 你要超越老师 跟老师不一样 不要老师画什么样 我还是什么样 这个你的这个出息还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就是硬 我们知道这个撰刻 在我们的绘画里边也要起到很多的作用 那么这些指标里边呢 范增 就是在用硬方面 这些指标里边 范增和这个崔如拙呢 他都运用的不是太多 范增的绘画作品呢 我们也体现不出他在用硬上的强调 崔如拙也是 他也不太强调这些东西 那我们强调的用硬最多的 就是清代以来 比如说赵之谦 比如说吴畅硕 比如说齐白石 他都非常强调用硬的 那么用硬呢 他不仅仅是在绘画里边 一个装饰作用 那个小小的一方硬里边 他体现的仍然是一个画家的 文学修养 书法修养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考察四项指标呢 因为这四项指标里边 可以说绘画是单独的一项 剩下的诗书印 它基本上是一体的 你看 转课和书法是一体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转课和书法 你没有文学的支持 你转什么课 你书什么法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考察 这个四项指标呢 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考察起来呢 觉得我们当代的大师里边 确确实实 能够重视这四项指标的 也不太多 包括就是像范增 像崔如卓 这样的画家 他们也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你比如说像前辈的 像傅鲍石 傅鲍石他都是诗书画印 自己做呀 书鲍石的撰刻也做得非常好 他还给徐悲鸿刻过印 还给毛主席刻过印 你想这么大的人 他的撰刻如果说是做得不好 他怎么能够给这些人物去搞撰刻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 你这个画家的高下 一定是要在四项指标里边 一项一项的去插下去 就是一项一项的比下去 你只有通过这样的比 才能够看出到底谁是真正的大师 好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给我们说的不足的地方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